还敢说不是针对反对党?几年前贪污26亿没事,几十年前炒龙股票有事?Bowland万岁! 吉隆坡30日讯,国家银行炒外汇案皇家调查委员会,点名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及时任财政部长拿都斯里安华,需要为这起发生在1990年代的丑闻负责。 黄委会调查报告认为,应全面调查已确认马哈迪在此案中所扮演的角色。 黄委会报告在今日,即国会下议院最后一天出炉,并提成国会。 无论如何,国会议员并没给予机会,针对这份报告进行辩论。 报告认为,国航炒外汇面对严重亏损,马哈迪应该是知情的,为马哈迪在此丑闻中所扮演的角色,需做进一步的确认。 报告指出,尽管马哈迪一再强调国航外汇交易是在他不知情的状况下发生,然而黄家调查委员会却不认同这点。 他称,作为当时的首相,马哈迪不可能不知道作为政府银行的国家银行的净赚余额。 考虑到第24号证人,马哈迪,的职责,无法接受他不理会国航所面对的问题的可能性。 即在第21号证人,时任财政部长拿都斯里安华,和丹斯里克里夫,时任财政部第二副秘书长,告知之前,他没有过问或不曾被告知国航正在进行外汇交易,以及面临了巨大损失。 文,东方日报,马上转发。